傅师傅介绍他注册滴滴账号一年了 平时主要在绍兴跑网约车 他依稀记得是3月26号那天 接完一个去机场的单子后 账号出现了异常 我一看到也看到信息 说我的滴滴账号要被封禁了 然后我去申诉 结果一看申诉不了 我就给他们打电话 他说你这个是已经是没有办法申诉来的 因为你被永久封号了 我说什么原因 他说你可能有那个酒驾 然后包括暴力行为 然后就是危险驾驶什么 傅师傅的滴滴账号显示 您的个人综合评审结果 可能存在不符合规定的违法犯罪记录 处理结果是停止全部服务资格 傅师傅觉得冤枉 现场他打开这里办APP 显示他在3月26号 开举了无犯罪记录证明 签章是绍兴市公安局 粤城区分局东浦派出所 他还打开了账号的评分 说是安全分等各项数据都不错 第一不跟他们吵架 第二也不去骚扰他们 你说第三 我也不会吵几句跟他去骂他们 去打他们 对不对 我都按平台的规定来的 我要的详情 不是说一定要看你们滴滴 我就想知道 会不会有人在冒充我的身份 那我说哪一条呢 详情重要的吧 他说反正这里我们只知道这点 那我说 我无犯罪证明记录也拉出来了 对吧 也给你们看了 你们要我也给你们了 你们还是这样子处理 是不是 我说那你们的权限 是不是要比我们当地派出的权限还大 傅师傅介绍 司机跑车需要养号 现在突然被封号 他在其他平台 一时也没法接到很多单子 收入受到影响 在平台的处理 依据一栏 罗列了不少规则 危险驾驶犯罪记录 交通肇事犯罪记录 吸毒记录 营救后驾驶机动车记录 或者存在损害父女儿童 人身安全相关违法犯罪 及治安处罚记录等等 现场 傅师傅再次拨打了平台客服热线 客服这边帮您看到 市场工作人员在帮您跟进中 客服这边帮您加急 晚些时候记者了解到 傅师傅提交 无犯罪记录证明等材料后 平台通过与相关主管部门附和 了解到司机有过被治安拘留的处罚经历 平台按照网约车相关管理政策 支持司机申诉 发稿前傅师傅反馈 账号已经解封 记者向傅师傅核实有关治安拘留的情况 他表示 确有此事 发生在去年年底 1818黄金眼记者 绍兴报道